他由于在古董殿呐呐呐呐时间久了 也有很多经验 所以他去看的时候呢 就看到地上有一摊东西 这摊东西一看 你去观摇碗 送观摇碗 但是一想呢不能把它弄精了 过去说买东西给买精了 东西一买精了 简单的后果就是他不卖 历史上这种事我们都碰过 比如这一个地摊上买一堆东西 你突然看见这有一观摇碗 通的就碰着你抱着手里 哎不释手眼睛放光 跟灯泡似的巴巴上 最后说你这多少钱 他赶紧说你拿过来我看看 我这不想卖了 直接揣兜了 你就瞎了 所以他不能这么说 他上去看这堆东西啊 就没卖主 你知道啊 只要是撂地摊的人 都是走投无路的 说你这堆东西卖多少钱 说哎什么意思啊 说这堆我要买就是这堆 我不单个买 这堆哎呦 说这这还真没这么卖过 说您要针这一堆让我回家 您给我五块大洋吧 你说太贵了 五块大洋买不了 说这么着吧 说我这个我也不容易 你也不容易 这样咱俩往前靠一靠 我出三块大洋 三块大洋买你这堆行不行 想了想一咬牙 说行 与其我在这蹲着好几天 不如就卖这三块大洋 三块大洋一弄 交割了 交割以后 这小学徒怎么着 拿着这碗啊 直接往怀里一揣 其他东西都不要了 其他马上就找别人说 也料地摊 说我这堆东西 给钱就卖 卖多少钱 有人说这个 我给不了你大洋了 我给你多少个大子吧 这行 给点钱 卖完了 当盘缠 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就炸了窝了 所有人都知道 哟 说他能捡了一些东西 好东西 那时候北京的这个行业里 有一个方法叫串货 就是所有经商的人 把你买了的好东西搁在那 搁在那呢 大家看 然后旁边有一个盒子 这一纸盒子 来口 每个人把自己想的价钱 扔在里头 投暗标 拍卖是个西方形式 古代中国人不干 觉得都是面对面的厮杀 不文明 不讲究 所以按标 就是 你所有参与的人 十个八个 二十个三十个 都是他 最后每个人写一个价钱 往里移征 当众开标 写数额最大那个人 获得这个东西 所以其中就有一个人 大股东商 直接写了一个三万 你想想 三块钱大洋 转手卖成三万大洋 这就不是第一桶金了 就是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 他改变人生都做了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 娶媳妇 你知道 你想那小伙子 学徒学了这么多年 自己人高马大都憋着等等的 最后先娶媳妇 娶完媳妇以后呢 得买房子吧 买一大四合院 这钱全够 这钱干好多事 然后呢 干什么呢 自己买一个自豪 自己开个店 别做包袱斋 他们叫包袱斋 什么叫包袱斋呢 过去没本的人 就背一包袱啊 一个棉包袱 里头看见一东西包起来 搁在包袱上背着 到哪打开这么卖 这叫包袱斋 自己买一门链 最后呢 还把自己名字改了 嫌自己过去那富贵啊 狗圣这种名字太土 所以改一洋名字 你想三万块钱大洋 在民国改变自己的一生 那后面事我不知道了 所以 这种历史你想想在兵荒马乱的啊 旧中国都能出现 那我们现在歌舞升平的这个社会 这样的经济社会 价值这么高 它怎么会不出现呢 它一定会出现 是吧 那我的历史上也有嘛 对不对 我历史上也碰得过嘛 我那时候去上海 老去上海 上海收藏的半壁江山嘛 看到一个店里 那店里有一个官窑的碗 那碗里很有意思 他带着民国时候的旧包装 包装上呢 写着 迎头小凯 写的非常详细 就是说 这个碗是当年 乾堂江出水的 从乾堂江捞起来的 当事人看不懂 说这玩意是什么 不太像龙泉青瓷 他不像就对了 他就是南宋观摇 怎么样怎么样 写的很好 我特想买 问他多少钱呢 他说二十三万 我觉得有点贵 我觉得有点贵 我就出来了 关键是这人特难搞 你说这人特别特别难搞 有多难搞呢 就是你跟他说东 他就跟你说西 你跟他说这个 打狗 他就说捉鸡 反正他永远不跟你 在一个平面上说话 他天天折磨你 然后呢 你想买他这东西 他开了个二十三万吧 你还什么价 他都不会卖给你 如果你不还价 他可能就耍赖 所以你很难买 我虽然跟他买过很多东西 那天也不是怎么脑袋 就是进水了 人脑袋有时候进水 我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我就跑到斜对面 另外一个很熟的店里的人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他卖这个二十三万 那个东西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买一下 你去砍价 他说你出多少钱 我说能出二十万 我说你去跟我砍价 砍完价呢 多的都算你的 少的算我的 他说你回北京吧 下回来你听好信 那时候呢 我就回北京了 回北京隔了一段时间 又去上海了 去上海就问他怎么着呢 他就拿出来这碗给我看 说你看是不是这碗 我说就是他 我说多少钱买的 他说我八十五万买的 说这个我就不赚钱了 你就给我一本吧 你说是他傻 还是我傻 还是他以为我傻呢 我就不会买了 我说他要二十三万 你怎么花八十五万 后来他打趴了 他什么 我也闹不清楚 后来我就一赌气 我就说那我不买了 我就不要了 这事就过去很多很多年 有一回我跟我一个朋友 说起这事来 他就老打听细节 他打听细节说 我不是特警觉 然后他说那什么店呢 在哪儿怎么回事 我都跟他说了 他自个就摸过去了 就摸到上海 他A家A裤子串 终于他找着这人了 找着这人呢 他就说这事 说这事 人家说那碗还在呢 我给你瞧瞧 拿出来就瞧了 他巴拉巴拉给我 白衣照片看 说是不是这个 我说就是这个 我说你还真是能下功夫啊 他说就是这个吧 说这样 我把它买了 买了以后我孝敬您 我说谢谢 他说他要当我的学生啊 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一个事 叫好为人师 但我绝不收徒弟 我所有说的话 都是公开说的 我不能收徒弟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自个儿没这个资格 而且我未来也未必 就非得做这件事 那么当时多少钱了呢 那85万已经 不是85万 这个过去好多年了 所以那东西已经变 200万了 200万这东西 至今还在他手里 我们所说的官窑啊 是指宋代时期的宫廷烧造的 这种极为特殊右侧的一种瓷器 而区别于明清宫廷所烧的那种官窑 明清宫廷所烧的官窑品种很多 我们都知道有青花 是吧 有幽里红 有各种彩词 比如五彩 豆彩 法郎彩 粉彩 还有各种颜色柚 还有很多仿生词 很多 尤其到了清代 几十种 如果我们细分能分到上百种 但我们今天所说的官窑 是不止明清以后的这种 很世俗 很漂亮的这种官窑 我们说的是宋代的官窑 宋代有没有官窑呢 宋代肯定有官窑 因为宋代文献中就有 宋代就有文献 就跟我们唐代的文献 诗歌里就记载有月窑有行窑 所以我们今天依然研习宋代的这种文献 宋代的文献 什么时候开始记载有官窑呢 它跟官窑时期出现的这个时间呢 基本是吻合的 它是南宋时期出现的 因为我们北宋时期 后期才开始有官窑 这种官窑指的就是这种 带有油灰青色的一种特殊 右色的词器 在那个时代右色非常特殊 所以在南宋的时期呢 至少有两个人 一个叫顾文健 一个叫叶志 在复宣杂录和坦斋笔横中呢 都有这种描述 这个描述当然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书 都是明代以后的书了 宋版书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描述基本上是 是准确的 他说本朝以静州白祠啊 有盲不堪用 随命汝州造清祠 故河北呢 唐邓耀州瑶 稀有之 汝瑶为魁 这话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那么后来呢 就是这个京师呢 自制 自制谣稍早 所谓自制谣呢 就明曰观谣 说得很清楚 忠兴渡江 忠兴渡江是一个非常委婉的说法 就是当时的南宋呢 被金人逼到南边去了 所以他自个儿还给自己 一个很好听的话 叫忠兴渡江 明摆着是溃逃 他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叫习徽宗一制制谣 什么叫习徽宗一制呢 就是沿袭了宋徽宗 北宗最后的这个皇帝 一制啊 就是当时他怎么做的 然后在这个修内斯造清祭 名曰内瑶 我们今天说修内斯 他就说名曰内瑶 当时他有这样一个记载 他说呢 后来呢 除了内瑶以外 后来交谈下别利新瑶 一约官瑶 就是也叫官瑶 但是呢 比那个旧瑶呢 大不谋以 大不谋是一个文言词 我们今天不说了 就说非常 不是太像 他是这个话 我们通过文献可以知道啊 这个宋代的官瑶 肯定有北宋官瑶和南宋官瑶 南宋官瑶呢 又分修内斯跟交谈下 有两处 今天这两处遗址都已经找到了 我们如果有机会到杭州去 一定要到南宋的那个官瑶博物馆里 去看一看啊 去看一看 有很多的 你如果带着 有谜团 你到那基本能解开 但是有很多事 不是所有的历史的谜团 都能解开的 那么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到底有没有北宋官瑶啊 北宋官瑶是什么样呢 有的 当然有学者这样认为 说北宋官瑶呢 就在汴京啊 就是今天的该开封 由于黄河呢 改道泛滥呢 已经这个地方不可循了 少则呢 底下被埋了六到八米 六到八米相当于三层龙那种高 多则可能埋到十米以上 那么 那我们就找不到官瑶的 这个烧瑶的遗址 另外也有 其他学者这样说呢 说呢 他认为北宋就没官瑶 北宋的官瑶就是汝瑶 所以也叫汝官瑶 那么他认为张公向瑶呢 就是北宋官瑶 反正大家说法不一 也没有什么定论 但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北宋一定有他的官瑶 一定是在京城的旁边 或者在京城内近距离的烧灶 为什么要近距离烧灶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举后面的例子 比如南宋时期 就在修内斯和交谈下 就在杭州附近 京城附近烧灶 比如我们的法郎彩 我们都知道到了明清时期 烧官瑶已经非常的娴熟 有很好的制度的情况下 那依然皇帝愿意在紫禁城内 开个小窑烧制法郎彩 为什么 皇上因为愿意看见 烧窑有极大的乐趣 另外呢 皇帝能够看见这个窑呢 就及时能够调整 比如说这个造型 我觉得不满意 那个右色能不能再加深一点 等等等等 皇上如果能提出要求 那么是他生活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乐趣 那我从这个角度去推断呢 北宋的时候 京城内或者京城附近 一定有官瑶烧灶 那么北宋官瑶长什么样呢 我们目前啊 能够在全世界找到四个 其中啊 台北故宫有一个 东京国立博物馆有一个 英国大营博物馆 是大威德基金会有一个 另外有一个就卖过 这三件不能卖 我们都很清楚啊 那么另外一件 可能卖的是谁呢 是原来我们国内的一家 这个文物商店的收藏 1994年95年 刚刚开始国内有拍卖 那都二十多年前 他们把这件东西拿过来 我们所有人都围着看 我当时觉得啊 人一辈子啊 有这么重要的官瑶上手看 是一个就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当时是在汉海拍卖行 我们看了很久 这件东西反复的看 然后呢 所有的细节 我今天都记得非常清楚 那这件东西呢 后来就上了 这个拍卖路的封面 就开拍 开拍拍了多少钱呢 当年拍了啊 当年啊 1995年 拍了820万人民币 加上当时只是一成佣金呢 就合902万 这件东西在当时将近1000万 已经是比今天一个亿还震惊了 那么这件东西呢 当时没有取啊 那个客人为什么买了没有取呢 那客人带着这个支票都来了 他呢 这个客人是搞珠宝的 他对古董并不熟 但是呢 他很谨慎 他把所有这方面的专家都问一个遍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专家告诉他呢 这个东西呢 不好 所谓不好是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 大专家有时候说不好 含义非常丰富 他不一定说这东西不对 他说不好呢 可能是有争议 等等等等 由于这些原因呢 这个买家呢 就拒绝付款 然后他专门请我吃顿饭 跟我好好聊这件事 我说这件东西一定没有问题 这件东西一定是真实的 而且你失去这个机会 可能你就失去终身的机会 但是由于有大专家 去说这个东西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客人呢 就没有付款 那么后来这件东西再度拍卖的时候 就卖了这个1000多万 后来又卖过一次 卖了2000多万 从我简单的说啊 这件东西2000多万也是非常便宜的 如果这件东西今天重新上拍 我觉得一个亿的这个价值是有的 因为它横向可以比较啊 还有其他的拍品可以比较啊 你比如你看乳窑 乳窑两件小喜子啊 小盘子 那都卖了两个多亿 那这件是个例件 是个从事瓶 是个方瓶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老呢 很简单 它有一个工艺 它这个工艺呢 在后来南宋以后没有发现过 我们看它是一个从事瓶 所谓从事瓶就像玉器从一样 它是个方的 南宋以后的从事瓶烧了很多 你见到所有的从事瓶 都是外方内方 就是你外面看它是个方的 你在里头看它也是个方的 但北宋的这个官窑烧灶的 这个从事瓶呢 它是外方 你外面看是个方的 你里头看是个圆的 它那时候很笨 最初的时候 它没法烧这方瓶 因为方瓶比圆瓶要难烧很多 是因为慈济烧灶的时候 它会收缩 一收缩呢 方瓶如果收缩不好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挖面 四面挖面 很难看 所以方瓶很难烧 它就烧了一个圆的 圆的呢 它做了四个三角 粘在四个角上 所以你在外观上看 它是个方的 但是你从里面看 它是个圆的 这种很古老的烧灶方式呢 南宋以后没有 另外一个呢 这个从事瓶 它有个比例 我们都知道 瓷器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比例 有的瓷器啊 你懂的人一眼 我为什么有时候远远的一看 就知道这个东西不对呢 是因为比例失调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比例 这一件官窑呢 它由于是一种矮胖型的 这种比例在后来 在南宋时期的从事瓶中 没有发现 南宋时期的从事瓶 都是这种瓦膏型的 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风行 这是改变不了的 有人说那怎么就不可能 南宋的时候做一个矮子呢 我告诉你 它就不可能 时代的风行 尤其在古代啊 非常的明确 我们今天可以简单的说 说一个例子 比如我穿的这个衬衣 我这个衬衣呢 多少有点装饰 有点细道 在1970年的时候 全中国啊 那时候也有将近十亿人 不会有一个人 穿这样的衬衫 绝对没有 这就叫风行 那么官窑呢 它还有一个谜团啊 就是宋官窑有一个谜团 叫什么呢 叫官歌不分 这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一个官窑啊 在这个出版物上 写着是官窑 到下一个出版物上呢 就写着是歌窑 官歌不分呢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认为 他本身外形右侧就很像 那么什么是官窑 什么是歌窑 都是凭个人对他的感受 那么这些呢 有时候对这个陶瓷专业的人 都很难 那我觉得呢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能够区分这个官窑和歌窑 那就是说官窑 它可以有开片 也可以有开兵片 但歌窑必须金丝铁线 如果不具备金丝铁线 我觉得就可以化为是官窑了 金丝铁线 我们讲歌窑的时候讲过 再有一点呢 是官歌不分呢 可能来自于吴语 吴方年 你比如浙江话中和 这个江苏话中呢 官和歌 我让当地人给我念一遍 基本上是听不出来的 官歌不分 我们说普通话 官和歌很清晰的是这个两个音 但是你要如果说苏州话 如果你说这个浙江话 它都是那么一个怪怪的声音 就让北方人听着是一个音 所以官歌不分 有可能从一开始 就是有这种语言之间的这种误会 我们在这里可以这个简单的啊 先说一下南宋的官窑啊 一点简单的知识 南宋官窑呢 它主要分两个官窑 一个叫修内斯 一个是交谈下 记住了 修内斯是干什么呢 就是朝廷的一个机构 主要呢 它就是 就是为朝廷做东西 有点像 这个 这个我们今天啊 如果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构比起来 有点像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啊 这个大家就比较容易听懂 它就是为这个 整个这个统治阶层服务的一个机构 那么当时像修内斯呢 他要做很多杂事 其中烧遥是他其中一件事而已 包括他 你比如说宫廷的修缮什么 都由他去管 那么另外呢 交谈下呢 交谈下我们都知道 的交谈呢 一般情况下呢 都是在这个 宫廷边上 你比如说 交谈啊 过去就是皇上祭天的地方 也叫这个圆秋圆坛 你比如北京的天坛就叫交谈 对吧 南宋时期的交谈呢 就是在南宋这个绍兴十三年的时候呢 去兴建的 所以在交谈下呢 也离着宫廷没有太远 选择一个地方 因为烧遥毕竟要烧柴嘛 烧柴的毕竟浓烟滚滚嘛 有污染嘛 古人也有环保意识 所以就在交谈下 另立新遥 我们今天啊 这个出土了大量的 关于南宋官遥的 这个残器 残片啊 有的很完整了 那么大概从上世纪 1930年开始就陆续有发现 在这个1956年呢 85年呢 86年就开始挖掘啊 到1991年呢 说起来也二多年了啊 他就建立了南宋官遥的博物馆 那个博物馆我去过多次啊 那么这两处啊 南宋官遥出土东西 差别呢 并不大啊 有时候你跟 拿给专家看的专家说 有的专家说 这是修内斯的 另一个专家说 是交谈下的 就很难统一 他不是说这两个官遥 出来的东西 明确的能分出两拨 因为本身 他的烧造距离就不是太远 也有可能烧造的时候 都是一拨工匠 都是可能的 那么南宋官遥 究竟怎么设置呢 那我们找不到 很完整的文献 但是可以推论 我们为什么要有逻辑呢 就是当证据 不完备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逻辑去推 背诵 北宋工庆已经开始 稍造青瓷了 一个乳窑 一个官遥 到了南宋以后呢 他一定怀念 他北宋发明的 这两款青瓷 那么这种青瓷器呢 到了南方以后 反而变得比较简单 为什么简单呢 因为有龙泉窑 我们都知道 龙泉呢 在浙北的山区里 就是翻过山 就是福建了 我当年去的时候 非常的艰苦 我记得从杭州起 坐长途汽车要坐12个小时 今天坐这个 在高速公路上 据说也要开三四个小时 我已经好久没去那个地方了 那么龙泉窑 是我们中国啊 这个青瓷烧灶的一个重要产地 它离这个杭州 虽然这个是一个省内 但是也很远 那么如果当时 南宋官遥要求龙泉给烧灶呢 那从传达指令到运输这些瓷器呢 都很困难 那简单 我们把工匠请来 所以南宋官遥 这个烧灶的两处 不管是休内斯还是交谈下 他都非常可能从龙泉 调工匠来烧 就跟我们过去大内招班处 调来的工匠 是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工匠 那么把工匠调来以后呢 就地取材 浙江的这种紫金土啊 到处都是啊 非常容易获得 所以在杭州就找到这种紫金土 它跟这个龙泉的 这个青瓷的 这个所用的瓷土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龙泉本身啊 至少有一百处地方都在 稍造青瓷 它之间也有略微的差异 所以对于很敏感的人能分出来 不敏感的人都觉得差不多 那么由于他们在南宋官窑啊 这个遗址烧造的这些刺激 受到了南宋官窑的一个地理位置 以及材料的限制呢 所以它呈现的颜色 比龙泉青瓷更加发灰 这一发灰 因祸得福 因为一发灰 它就比较接近于北宋官窑 因为一发灰 它的就显得比较高级 有别于那个青瓷 青瓷 龙泉青瓷 宋代的时候 这个北宋的时候 这个青色比较绿 南宋的时候比较蓝 梅自清 不管它什么青色 它都是绿色系的 这种绿色系的 从视觉讨好上讲 它远远高于官窑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 皇帝的审美非常高 宋代的第一个皇帝 这个高宗赵构 是一个有极强审美能力的人 在中国皇帝的审美中 他排前三甲 写一笔好字 当年他的养生论 那个都是轰动级的国宝 没卖出什么钱去 就卖了几百万 要搁今天几个亿是正常的 宋高宗呢 这个赵构呢 无心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他很早就退位做了太上皇 所以他对瓷器的判断 一定是高于一般人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 这个南宋官窑呈现 这种灰灰的色调呢 是他一个极高审美的具体体现 他定了调子以后 那南宋不管后来谁上来 一定是以这为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南宋官窑出土的 这个瓷器烧得好的 都是趋于一种灰蓝色 如果绿色的色系一重 那就归了龙泉 所以在整个这个 这个南宋官窑系统中呢 以他最标准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呢 是他介乎于灰 与绿之间的一种灰蓝色 这种颜色呢 说句实在话 你拿嘴巴说是说不出来的 你必须看 这个看呢 这个你通过屏幕去看 通过你手机那种彩屏去看 你也很难捕捉到 他真正的颜色 如果非常想看的话 你只能去拨管 那么这个官窑性质呢 就是非常明确了 在整个宋代的时候呢 官窑是整个祭祀瓷器中 重要的一项 为什么当时用瓷器顶替铜器呢 铜器的地位远比瓷器高 在当时尽管你今天拿到 这个宋代的铜器 不值什么钱 没瓷器值钱 可在当时铜器的成本 远远高于瓷器 瓷器是一个典型的 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 一个制造 这个瓷土不值钱嘛 没烧之前就是一捧泥土 是吧 但是烧了以后 它就会架枝连成 那铜器是不一样的 铜器本身就很值钱 我们古代的铜器就是钱 我们在那个时代 我们一直到晚清 都还使用铜钱呢嘛 那么简单的说你用铜来铸造艺术品 你至少要值那个钱的 这个价值嘛 所以除了皇家 很少有人用铜来铸造艺术品 或者铸造祭祀品 中国历史上 历朝历代 经常政府下禁铜令 就这个原因 就是一旦你把铜都铸成钱 那钱就缺少流动性 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呢 由于南宋 这个百废代兴 中兴嘛 他说中兴难度嘛 他就需要大量的金钱 来活跃经济 所以铜尽可能的不铸造器品 只用它来铸造钱 那么瓷器就一下就发展起来了 所以南宋官瑶 在这个赵构 中兴难度以后 迅速就成为他的 祭祀用词的一个主力 所以他烧造的数量会很多 那么这时候 他一定会影响到周圈地区 他影响到周圈地区 所以我们今天啊 如果喜欢这个行业的人 会听到很多古怪的词 比如有一种词叫龙泉观 他为什么叫龙泉观呢 他是龙泉烧造的 一看就不是这个南宋都城烧造的 既不是交谈下也不是修内斯 你看就是龙泉烧造的 但他具备了这个官瑶的气质 所以这类东西被这个收藏界啊 做生意的人呢 统称为龙泉观 一说明白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还有一种呢 我们知道我们就这个知道 这个浙江是岳瑶的大本营 它有龙泉就是因为早期 它就烧岳瑶嘛 岳瑶是唐代著名的这个瓷器 到宋代以后就衰落 一直到南宋以后就彻底衰落光了 可是岳瑶中也有一类东西 很像官瑶 所以这类官瑶呢 也被这个行业内部称为叫 这个岳瑶观或者叫岳观 那么由于岳瑶 岳瑶是在今天浙江上瑜地区烧 那么龙泉是在浙江龙泉烧 它之间的直线距离就是几百里地 不是很以外 它们之间还是有这种所谓的技术沟通 所以它之间还有一些倾斥呢 就是你看的时候它又像龙泉 又像这个岳瑶 那这种东西叫什么呢 叫龙泉岳 就把两个人捏在一块 简单的说 人和人之间有混血 怎么混血呢 就是过去地域文化非常强的时候 南方人北方人从相貌上一眼就分出来 那如果一个南方人和一个北方人结婚 这就叫混血